這次我很榮幸地參加紅莊美術館的展覽 我參展的作品叫《激然而動》 第一場大家說的是激然不動 我改了一字叫激然而動 所呈現的是一個原型的 由那裡把構架起來的一個原型 在這個原型上瀰漫著茶裡出世的 它的思韻通過光 它的投射在滿地滿牆 它形成了一種非常優勝 而且是靜忠於動的一種茶 地下是有一個圓圈 上面有一塊石頭 這樣就像一個結構掉的一個鐘 原始是鐘板 下面是沒有紙針的一個鐘的寬 人可以在裡面繞舟而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施法人的光韻 隨著你的移步 你環環 運動起來 這個作品 所以我所創作的自然系列裡面也一件 自然系列是從1989年我開始所創作的 它是以整個生命歷程做媒介 以時間和生命為核心 和自然的互動為特質 它是在科學和藝術 雕塑、裝置、多媒體、行為的概念 這裡面 零界點上所構加起來的一種 藝術語言 我是養了三十年長 長一代一代 它經過了五十天的 從長夷 到了成蟲 在吐司 就是節儉、化、幽、化、蛾 交配、殘暖 然後下次又重新再吐化 這麼人回涅槃 這個時候我特別感到 不僅僅語言上和其他的東西有所不同 而且它很重要的是真正的一個活的生命 因此它就有許多的 許多不確定性 然後這個時候不確定性 可能也就是我們認知自然 認知天 我會那麼迷戀它堅持三十年 因為我在三十年我就感覺到 這整個創作過程 最重要的不是它的某一個結果 而是它的過程 過程大於結果 過程是它有無限的變化的可能 這也是時間的奧秘 也是生命的綿延是你的所在 由於殘土的是八字型的土法 你是當打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向外不斷運動擴散的光韻 當你移步的時候 它也在跟著移味 光在這個作品裡面 其實不僅僅是我們所做的自然的光 光在這個作品裡面 也是殘的一種小主義 我說殘是光的使徒 在這個作品裡面 它用的那種金屬材料 從在八十年代我就開始用了 我所以選擇那種秀的鐵 因為這是一個工業時代的產物 而它又是秀之斑斑的 這是我們現代文明的一個殘骸 它就構成了我們的一個生存的一個環境 恰恰我把這個藏放在這個上面 就是顯示了不經常對殘的檢測 是對社會的檢測 對我們生存的檢測 這個殘屍它是綿綿不斷 是斷非斷 最後以它一流克剛的能耐 把這些鐵都爆炸了 這個就是我特別感到靜態 而上面那塊又是石頭 它又像一個檢 裹著殘屍 像一顆檢一樣弦的上面 這也是一個懸念 它是中華還是未來石還是檢 那麼其實它也就是一個我們正要去探索的一個世界裡 中國人可能是特別喜歡動中與靜 而靜中生動 這個靜裡面 特別裡面就產生了無窮的殘疑 想起來就是當時我在天台 工作室在天台上 天台上它有一個天台中裡面有紫光的概念 所謂紫停止 不是叫你去不動 經常不用 而是回歸行願 那麼我們在既然而動 首先是回到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起明了 我們的心 瞪霧了 那我們一切都啟動了 而 我們針對當下 我們今年二月二月二月 又遇到了一場透露其來的雨情 我們每個人都深切地感受到 那種嚇死而生的那種刻骨銘心的生命的體驗 始終連卡拉而止 都用重擺的停頓了 所以我把這些作品送到了紅樟美術館 是讓人們用自己的生命體驗 去重新來度 來存思 來通過自己的生命的體驗 來重新計劃出新的生命活力 是重啟 時間重啟 所以選擇這些作品 其實也可以是對 永恆和瞬間的一個回答 是對時間和生命的回答 也是對當下我們的重招 我們的生存的境遇的一個回答 可以說這也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所日以判切的 在特別是二十年以後 重新從這個魂 對裡面剝開 那片烏雲見到一片曙光 看到那魚動牌的把光 在升起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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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